这期视频我会示范如何在小米手机上做手机分身 什么是手机分身 手机分身就好像类似Windows系统上有两个用户这样 就是比如说你是第一个用户的话 你在里面建立了一些文件夹 放了你的文件 然后第二个用户如果要登录的话 它会看到另外一个环境 就是看到另外一个Windows这样的感觉 OK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启用这个手机分身的功能 首先我们需要先到设置 点开设置 然后找到这个特色功能 点击一下它 然后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手机分身的选项 点一下 然后点击开启手机分身这个按键 OK现在正在建立你的手机分身了 OK创建成功 然后点击继续 然后这里会问你选择切换的方式 你是需要输入一个密码来切换 还是直接放一个图标在你的桌面上 点击一下图标就可以切换这样 在这里我会选择用密码来切换 然后选择继续 现在这里会要求你设置密码 点击立刻设置 这里会让你确认你的初始空间密码 就是你的第一个用户的开机密码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是用于你的手机分身的密码 你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密码来给这个手机分身使用 设置好了过后点击续 然后再确认一下你的密码 点确定 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个切换空间这里设置指纹 在这里我觉得不需要选择跳过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手机呢 是已经成功切换了 它是少了很多APP的 这个就是类似一个全新的手机这样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桌面上有一个切换分身这一个 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它 然后它就会叫你验证指纹 因为我的第一个用户那边我有设置指纹 所以我验证一下就可以切换回去了 OK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是我原先的空间 是有很多APP的 然后我要怎样换回去那个切换的空间呢 在原先的空间这里 你需要再回到设置 然后找到特色功能 选择手机分身 然后这里就有切换手机分身了 然后输入你刚才设置的手机分身的那个密码 点下一步 这样就切换回去了 你会看到这个是少了很多APP的 这样子切换就比较隐私一点 OK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如果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